台上越讲越激动 一次不够还两次说撞倒总统府 民众党27日万圣节集会上 竟爆出这番激烈言论 这是一个立法委员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说的话吗 只要不让他扩权 他就要把整盘给翻了 把桌子给翻了 情绪一来实在止不住的还有黄国昌 不只难得哽咽 还曝光和台下陈佩奇的私下对话 佩奇医师问我 既然罪证确凿 请问为什么要继续押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从18岁那一年 开始念法律 念到今天 我为什么连佩奇医师的问题 我都没有办法回答 黄国昌边会棋子边破音 抨击北检压人取贡 成了民众党对外一致战术 没有一个证据说 你真的有贪污 收贿的直接证据 他的一个行程秘书 橘子把它讲成是一个大账房 橘子从头到尾参与金华城案吗 没有嘛 要掀起支持者的悲壮情绪 民众党路空战齐发 只是对比9月8日首场接奖的2万人 万圣节活动官方宣布来了6000人 人明显少了 活动的最后的尾声呢 前面两三区是有坐满的 后面就是零零散散的 所以我估现场人数大概顶多就1000人 1000多人 万圣节嘛 他们可能有看到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柯文哲轰轰烈的司法案 也考验小草能否不离不弃 继续当铁草 金星云最后报道